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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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那一幕 你看我看这个报纸的形容非常有意思 说什么就在最近吗 前几天 上个礼拜 晚上十点钟左右 在铜锣湾伊丽莎伯大厦街头 你看它是什么呢 大批刚采访完其他活动的记者 去访问钟振涛 哦 是这样 然后呢记者 时候钟振涛还发表声明说我害了他 对对对 你看这句话说什么 大批记者采访完钟振涛 突然发现马路对面走过一个人和一个女人 说哎 这人咱熟啊 这是广播出场啊 领导 我们的领导 意外发现 就文化系统的领导 意外发现已有家世的朱培庆 与一名农妆艳抹且满口浓厚香阴的妙龄女郎 双双晚闭同行 他哪知道有记者在那儿啊 结果这闪光灯啪啪啪一响 我总在研究男人在这种情况下第一反应 他的第一反应是 你看那照片 咱们还是挺保护隐私的 你看适当的做点处理 躲在后边了 咔一下这女郎也丰满 你看他躲在后边 然后你看他后边 你看 咔赶快躲着 躲着后来你想记者的镜头 他哪躲得过去啊 自留一下 钻到旁边日式卡拉OK里边去了 下面的故事由文道来给我们讲 对 没错 他就躲进去 他躲进去手上 还拿着那女的一个假法 对 当时大家都不懂那假法是怎么回事 反正他拿这个假法 还带进楼下躲 躲了之后就打电话 赶快找朋友帮忙啊 这怎么办 外面一堆记者啊 然后到后来呢 他就从后头 再绕后门 回到那刚刚我说那个点上 回到那个点上 然后在那躲了一宿 在那放了东西 后来才逃亡成功 后来就没记者 没拍到他 后来怎么样 结果呢 他就连续两三天 就没上班 大伙就赶快 赶到这个香港电台 他平常在香港电台上班 他是同时是香港电台的总 广播处长 其实就是整个香港电台 电视台的这个总台长 就等于中央的广播什么电视台 对 这个部长 不许胡乱联想 不是 等于啊 相当于中央电视台 中央广播电台的总台长 不能这么当 相当 不能 不能啊 不能啊 然后呢 然后呢 他就几天没上班 后来呢 结果他就出来发过一个声明 这个声明呢 他第一次声明呢 透过公关就说 哦 那女的 没什么 我们那天晚上几个好朋友 一起吃饭聊天 啊 那女的是我一个哥们的女朋友 哦 我跟他先走 哎呀 这 为什么 为什么要躲呢 他这招跟我们那招也差不多 没什么新鲜的 都是说那是我朋友的女朋友 对对对 都这么讲 说我我生命 我哪想到那么些多的记者呢 那他就承认当天他失措 就金黄失措的失措 失措了那一刹 有使咱们高官的风度 对 他平常呢 在圈里头啊 有名的正人君子 很稳重 我也跟他认识他 跟他吃过几回饭 是个很很正派的人 你也认识他 我认识他 认识他 所以是个很很厚道的一个人 现在大头尽下尸 没有 怎么会呢 就是他朝军旗 是不是你也是这样的人 私底下玩的越欢呢 后来呢 结果就有记者 有媒体啊 就干脆把那个女的 就花高价 整个包回去 关在房里头 有人再把她包回去 对 把她关起来了 不让别的媒体接触 这么多资源啊 媒体独家霸了这个女的 这女的人称 Coco 李文嘛 现在全香港都出了名了 全香港都知道她了 都知道Coco 都知道 你来香港是吧 满街上的人 我怎么听对Coco 她是哪人 是不是 是四川的 说浓厚香音 值得是死了川华 对 没错 但是这女的当时也不必人啊 还用那个半生不熟的广东话 跟她记着 走灭啊 走灭啊 你得谋赢啊 对 到后来 这个 是这个Coco 我看在那个周刊上还说呢 说我给她跳个脱衣舞 对 没错 她那个假法就是怎么回事啊 就是因为跳脱衣舞 她是这样 当天呢 就说呢 Coco就描述 她一进了房 那房里有几个人 朱培庆就在其中一个 而一看呢 就很兴奋 就手就上来了 然后搞一搞呢 就说 哎 挺好的 都 比如多给她点钱 叫她在这跳脱衣舞吧 她就在桌上跳 跳的时候呢 你知道这种跳脱衣舞啊 他们常常就是会戴假法跳 因为比如说把这个假法一下扔下来 扔到那 正好扔到朱培庆的 就等于朱培庆抱着那团假法 到下楼了 都还都抱着 然后呢 很有道德 然后呢 这个 而且呢 大家就说 这朱培庆啊 不是常去的人 为什么不说 她肯定不常去呢 首先第一 她那天晚上 她大概出了一万块港币 是用不着那么贵 她就一下 被人斩了 被人斩了 人家看到她高官了 你看 不拍她马屁 不帮她出钱 还要斩她 对 不像话 第二 她下楼啊 这个 所有去那玩的人 我认识很多人常去啊 那些什么投资银行家 律师 全香港社会上有头有脸的人都常去 德高望重的人都去是吗 都去 那帮人就说 就说啊 他们那个地方 就你要带女的上街的话 都肯定后面下来 哦 她是想带那个出台是吧 带出台 谁知道 她带出台是 两个一起正门下来 还拖着手 而且要去哪呢 是回那女的家 哦 回可可的 不是开酒店 不是开酒店 她开酒店她还怕 她想上那个女的家里 我看报道说 她是粗哥 就是 粗哥 就第一回 刚开始这种 对 她说出街中呢 一般都是分开走的 对 没有什么一起走的 所以才会抱出来 而且你更不会到那女的家里 是不是 是不是之所以 因为缺乏经验 才会那么猴急 就是 我听那个女的就是说 一进屋啊 你刚才讲的 手就上来 手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哗下去 这样啊 她是不是没有经验的表现 有经验是怎么样的 咱们这个先得看看 但是不是 这单不是 风华学院 就告一段落 主要的问题啊 我觉得其实啊 她后来这个事件 整个的演化 非常有意思 她就提出辞呈 是吧 对 后来因为记者 天天在追啊 全香港媒体 都在报道这件事 就后来呢 她就被迫 有一天回到她上班 这个香港电台 就出来呢 就说当天呢 她做这件事 她说这件事 因为当时香港媒体 关注几个问题 你知道吗 关注的重点啊 其实不在 她到底有没有 找一个小姐 而是花掉这个钱 是不是公款 第一 这钱是不是公款 这是最关键 连政公署 就跟进调查 这个事情 因为她目前 你们讲的 所有这些事情 都不涉及任何的违法 她没有任何的违法 照记不犯法 所以她呢 她照记也不犯法 她所有的 高官 高官这么玩 没事是吗 没事 她是人嘛 不是没事 是说不违法 不违法 如果她违法呢 她就不能拿着 八百万九百万的 薪水退休 你明白吗 她现在是 她主动退休 她指望 我不做这份工 但她并没有违法 也不能追究 她的什么责任 她出来 记者招待会说 她的辩解 我一听就知道 她有事了 她说 我参加这个活动 跟公司 没有任何的关系 跟公家 没有任何的关系 所有钱财上 跟公家 没有任何的关系 我私人的事情 我会向我家里的交代 向太太交代 但是社会上 对这件事 引起了纷扰 那我就提出辞职 就等于她觉得 她形象也受损了 她在港台 在当这个台长 在当这个广播处长 就没有微信了 给人拍到 那么难看的场面 所以她辞职了 然后跟台里的人说 对不起 影响到台里 大家的士气 因为那个香港电台 一直在做检讨 他是不是属于政府的台 有很多商业的台 都说这个政府台 不应该有 不应该做喉舌 而另外一些人说 他应该做得更好的喉舌 所以这个位置 是一个风口浪尖的位置 非常有争议的位置 而且非常有争议的位置 这个总台长 还看起了table dance 对 一万块钱 对对对 咱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这个艳女人呢 跟上次那个九龙堂的事情 你给他 入入了 命名了 艳女人 不是我命名 他们应该往上 如果比较的话 你会发现 这个教训值的总结 什么 欢床女子不能碰 你看 你看那天的情景是什么 也是狗仔队发现了 当时的作家呢 把卫生子 把脸蒙起来 这狼狈到这个地步 可是他的女朋友就走出来 跟着人家拍照的人说 大家都是传媒的吧 你们给点面 给点面 他不会去 你想后面爆料啊 拿好处啊 他是自己朋友嘛 对不对 你看你这个幻场女子 他被人一抱起来 他什么细节都出来了 而且这些细节 你刚才讲的怎么抓 这都是一面之词 对不对 你现在是在传媒 现在需要他讲出 这个处长的经验的东西 这么出来的 所以你看 而且事后的情况呢 你看这个作家照样写 做一点没事 因为他是一个职业人士 可是现在这里是一个高官 高官社会上 对他就有这么不同的 道德标准 你看同样这件事情 在那个闹一闹 大家周围 当时也是每个人 饭桌上的聊天 聊完了以后 就算了 这阵我们还老聊 这个贪官情妇的问题 当然他不是贪官 这确实我想知道 你说他不违法 他到卡拉OK这么玩 甚至是嫖娼 他不违法 在香港 我觉得这事 对 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我也注意到 有一些内地的媒体 就大陆里面同行 他们也跟我谈起这事 他们特别感兴趣是什么 就是香港 第一 你看 首先有个官员 在街上 拖着一个 不是他太太的女人 记者是会拍的 第二 他们大概想在内地 这样的照片根本出不来 对 而且香港还会出 出来之后成话题 话题就全社会谴责 最后是 不是上级下令 曾荫权从头到尾 没说过 没表过他 是他自己辞职 然后呢 我很多同行就说 哎呀 这事要是发生在大陆 那不可能 他说这一国两制好啊 什么就跟我讲这个 舆论的监督作用 但是我觉得有个什么问题呢 我发现很多人呢 就像刚刚子东也提到 就很多人说 官员的道德水平要求 应该比一般人高 说这么一句话 我是不赞成的 你上猜一个观点 对 我不赞成 为什么呢 我认为这等于是过去 你等于说 当做官做政治都要当圣人 那是不对的 做官要怎么样呢 做官要有做官的 恰当的道德水准 而且他要遵守 他职业道德 他这个恰当的道德水准 是什么呢 我觉得朱培庆 这整件事啊 他问题 我跟很多市民 选一个嫖客当处长 这算恰当的吗 没有问题啊 这个嫖客 跟他的职业没关系啊 哎呦 那我就放松了 是吧 你也能刚说 你想想看 我不是 我不是 对 但我告诉他 问题真正在哪 他问题不在于他嫖娼 问题也不在于 他躲镜头躲得很难看 真正的问题 在于他首先 第一个声明是说谎 哦 跟克林顿那个 一个路 对吧 他第一个声明 他说 那个是我朋友的女朋友 对对对 说谎 诚信问题 对诚信问题 比诚信 比这个更严重的问题 在哪呢 他这个谎 不是自个说 他是用底下的公关 去说 你是用政府的官员 去说谎 哦 这问题打我了 这个才是大问题 所以我就后来批评 我说这整件事 大家把焦点 集中在他私生活 什么 我说那都不重要 重点在这 这才是问题 而且呢 我也跟内地的朋友 聊这个事情 那问题有做官的朋友 就跟我说 他说他羡慕 他说我们要是 一旦有什么事情 可以辞职 拿个几百万就走了 能做得到吗 对 你要设想一下 假如这事 发生在别的地方 发生在内地的地方 他要么 你就把事情抹过去 用一切的方法 用公权力 把这个事情压下去 要么 我就要彻底倒霉 要追到 不是你辞职的问题了 你这个就是 道德败坏了 就像你说的 你这个官员 就是你 不仅你自己倒霉 你提拔的人 你的家人 这个就叫倒了 所以原来有的官员 用过一个词嘛 就能够这个平平安安的 退休了 离休了 跟朋友打个电话 我以平安着陆 你能跑得了 就这么讲 但是咱们 不同的系统 不同的不一样 不同人的角度 得出的感想 真不一样 你看你这 玩我之心不死的 你一想就想这个 对吧 我做媒体的 我一看这照片 我马上就想起一件事了 就比如说你这个娱乐版 咱们就说在内地 俩明星搞什么绯闻 俩什么什么 这女的 这女演员 跟那个搞什么 谁你都敢拍 对吧 但是呢 但是你看啊 贪官有情妇 我们也敢大幅报道 但是呢 是在处理了之后 对 就宣布他贪官 抓起来开除档基 这假他有情妇 甚至说的天油加醋 我们都敢 可是 假如说这个女的 跟一个在任的 还没揭发出问题的副省长 好比说原来类似于李家庭 什么乘客节之类的 假如他在任 他没出事的时候 你媒体知道他有这关系 但是你敢弄吗 这当然不敢 这就叫媒体监督嘛 但是问题是 对啊 但我觉得问题在哪 现在还有一件事 就是 现在我常常觉得 我们在尤其在大陆上面 我们讲官员的道德水准 怎么样怎么样 我觉得这种说法 有时候是 我不赞成的地方 在什么地方 你讲这个是虚的 你这个道德水准 一定要跟他的权能挂钩 就等于说 一个官为什么 讲诚信 这很重要 比如说他在路上插不插对 他瞟不瞟气 这个反而不重要 他诚信这是表示说 如果他常说谎 那表示他可能在公式上 都会说谎 这就关乎公众利益 我们从这个角度 要求官员道德 而这个要求呢 不是讲教育 不是讲什么 风气的问题 是有制度的 我随便举个例子 比如说最近我们常常说 大陆上面很多官呐 地方官呐 就这个浮夸成风 盖一个小镇办公室 盖得像个白公室的 对不对 我们就说就风气不好 这不是风气 这不是道德问题 这是什么问题 这是预算控制的问题 你这个挣的钱 你是怎么花出去的 谁来管你这个钱 你要不要向人大交代 人大要不要审批 这是个制度上预算控制的问题 就像那个 最近不也是说这国家大剧院吗 那有个人还提出吗 就当年有很多专家反对 这个安德鲁的这个设计吗 有人举出来 说你看澳洲的悉尼克剧院 那不是看看看看就好看了吗 这专家你看给他跳到里了 他说澳洲的悉尼克剧院 他是让两派专家 都报告了辩论之后 由国会最后投票的 投票来决定这个设计的 所以这就关乎你说的 你这个投资 程序公正 程序公正 对 这个咱们得去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在济南建设路中队 7月9号发生一起车祸 这个车祸有可能是带来 济南市人大那个主任倒台 他是怎么 就是那个爆炸了 炸的这个说文道说上半身 那女的上半身飞出去 飞出去了 人家刚开始的目击者看了 满地炸的都是尸块 对那是下半身 说以为是动物呢 到最后他这是人 不仅他自己 血肉溅到街上很多窗户 而且旁边一辆出租车的司机 你说赵祸惹谁了 也给炸死烧死了 这个就说那车烧的都剩铁架子 说是他 然后就有了这个 你看 鉴于济南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党组书记段奕和 长期包养情妇 给其情妇大量钱物 为其情妇谋取利益 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 和行政纪律 并有涉嫌爆炸杀人的 严重犯罪问题 需要进一步调查 所以山东省委近日决定 开除这段一和党籍公职 犯罪问题移交司法程序 想想香港的高官真没用啊 这么高官 这么大权力 一个这个内地来的 这样的一个 coco 都搞不定 第一回 都搞不定第一回 你看人家手段 到什么地步 还有你知道 问题真的不是一个情妇的问题 你知道天津不是自杀了那个 原来的公安局长 对对对 现在说他的情妇是什么样呢 他的情妇是多年来主管天津的 汽车啊 很多牌照的发放 哦 最近在在调查这个事情 已经已经公开了 已经公开 你知道这是多大的一个权力 你知道你交朋友 我跟你公安局长交朋友 你把全市的车辆 牌照权力 这个审批权力交给我 你说这是男女关系吗 这哪里是男女关系 所以啊 就你像刚才你们说的这个 情人倒是好情人了 对 我也一直觉得难以索解 其实呢 我也觉得 就说就我所看到的来说 我觉得 不是要不要求 一些官员道德高的问题 我觉得他真的也不见得 就比我高 这事实上看到 他也不应该比你高 我觉得 有的时候我甚至同情克林顿 你知道吗 我就有时候假想 当然你可以说我战士话 不要疼 我假想 我如果搞个什么情妇的话 好色归好色 风流归风流 我觉得我分得清楚 那就是公司分开 那是你的事 不跟工作扯到一块 对 你风流也影响不到你做节目嘛 对不对 就这样 我节目还需要风流 但是重要的话 跑出去人家拍照别慌 这个是要比较重要的 神色要真定 最好不要一起走出来 而且最好的朋友要一起 你像那个作家的朋友 那你看多义气 人家一拍照 跑出去阻止他们 对不对 让你包着那个卫生纸 投掉 得这样 不过你说到克林的那个 我也觉得你看到 这个整个世界的社会 我觉得政治人物的要求 是泛道德化了 对 但是那天也有人说了 现在他太太又重新了 我跟你说 美国人也不能说 他愿意选一个家庭破裂的 或者说婚外恋的人 是他们不能离婚 但是他们现在很有可能选 对 没错 他说 他愿意选一个家庭破裂的